我从小自负聪明 结果人到三十 十五成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没事 许吉云长 但是我没法不许想 如果有事呢 我能不能给她最好的医疗 能不能有时间去陪伴她们 照顾她们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明明可以有 但是我没有 那你之后打算做什么呢 投行吧 荒废了这么多年 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我从小自负聪明 结果人到三十 一事无常 走吧 很晚了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很适合你 什么 可是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 好 玉兔号的微博 好 之前都被你带晕了 虽然不知道你具体做了什么 但是一定很有价值 所以就算你以后不做这份工作了 也不用否定以前吧 起码为了理想争取奋斗过 比从没尝试过就妥协 我觉得这起码不是错误 加油啊 兔神 谢谢 你该睡了 明天我们开始排位 晚安 可是 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 让我来说 我今天开始了 煮了 我们大概是一个小时期的 我们的来说 也有个小时期间 我们在这里 要不要有小时期间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